女人把一颗24K纯金的黄芽往盒子里面一丢 紧接着一颗几万吨的纯金大黄芽就掉了下来 夫妻俩瞬间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 就在几分钟以前 夫妻俩正在淤泥里钓鲨鱼 这时鱼竿不停地摆动 男人好像掉到了什么 他立马将鱼线收了回来 只见一坨黑乎乎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男人立马剥开上面的黑米 一个金黄色的盒子赫然出现在眼前 打开一看里面烟雾缭绕 女人先是闻了闻没什么味道 随后用十年没刷牙的嘴巴往里面一吹 突然一股带着恶臭的妖风吹过 女人使劲地闻了闻 没错是自己的味道 这时男人也往里面吹了一口气 妖风再次来袭 他忍不住笑出了声 夫妻俩瞬间明白了什么 为了验证他们的猜想 于是立即拿起水壶 往里面倒入了一滴水 随着水滴进入魔河 远处突然响起一阵轰鸣声 夫妻俩顺着声音看去 只见一颗巨大的水球从天而降 果然跟他们猜想的一样 这是一个能将任何物体都变大的魔河 此时的女人似乎想到了什么 转身看向男人口中的金牙 贪婪的神情溢于言表 而男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女人一拳打在门牙上 金牙也随之掉落 女人拿起金牙 直接丢进了魔河 夫妻俩充满期待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大金牙正好不偏不倚地砸中了村庄 整个村庄瞬间飞灰烟灭 夫妻俩被吓傻了 从刚刚的期待瞬间变成了恐惧 他们认为这个魔河会带来灾难 于是决定物归